大家好 我是九指玩魔阿姆韦 这一套介绍的是SH Figure Arts 新 价面骑士 又是一个在不知道剧情就得介绍玩具的环节 不过在看过新超人力霸王之前 我对安野秀明是没有信心的 毕竟这特立独行的大佬 写出什么反传统 甚至是讽刺传统的剧本 我都不感觉意外 但新超人力霸王那股浓浓 回到原点的昭和味与专业的玩梗 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确定了新甲面骑士应该也是回归原点 走十字声张太郎的原作风 不会有太多颠覆传统的东西 甚至很多人心心念念的正统黑暗骑士 应该就看这部了 值得期待 而这次的SHF新甲面骑士 除了那风衣是真的很丑外 各方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价格会坐地起价不是没有原因 各位做好心理准备吧 SHF新甲面骑士内容物包含 本体替换平手两种 变身手势各一顿 布置骑士风衣一套 我给这次新甲面骑士的造型设计 评价非常高 下垂的肩膀与露出的卷法 充满老招和风 配色上融合旧一号与阴导一号的特色 装甲外观又加上了 现代的机械设计感 整体外观没有做大改动 不用适应其就能让人一眼认出 这是经典的一号 但细琢磨既充满怀旧元素 却又不会太古板 及新老元素于一身 几乎可说是旧酒装新瓶教科书般的范例 真的是很棒 头部正面没有太大的改动 就是老一号的风格 但形状上更洗练 没有老骑士戴安全帽的臃肿感 而侧面则能看出比较多的机械细节 包含头盔上的花纹 嘴巴上的颗线都是新的设计元素 额头的宝珠是透明件有加分 头部天线也是新的 没有老式的弹簧脆弱感 当然还是要小心别撞到 副眼的颜色比较淡 光照之下像是自己会发光一样很有趣 后脑槽有经典的修卡徽章 而且这次的修卡军徽是新设计的 跟老款不一样值得关注 而露出的卷法 剧照看起来很怂 而商品化后呢 突兀感比较没这么重 身体大方向设计是按照原本一号做的 但胸口装甲不再是补手套装 而是造型锐利 半光泽质感优良的装甲板 不管是形状 磕线 还是卯钉涂装都充满现代感 背后的蝗虫翅膀装饰也多了新的诠释 更近看细节 黑皮衣的仿针表面质感与胸口的拉链都很精细 装甲板每片都隐藏了喷气结构 在可动的情况之下会露出内构 尤其加分 再次体现了这支把新老元素融合恰到好处的精湛设计 比较可惜的是这支腰带精细度不够 虽然涂装完整 但整个模子几乎是糊成一团的 连风扇的形状都很微妙 跟之前的SHF狐狸骑士与真骨雕CJX的腰带相比弱了很多 万代不会把商品做到100分 而这支另一个缺陷是围巾造型不够动感 披在胸前勉强算服贴 但因为脖子角度的关系无法贴平在背后 更无法做到飘逸的潇洒感 也没有给围巾替换件 这偷懒的有点尴尬 手脚同样是在保有原作昭和风的情况下增加了新式装甲 改动不大却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黑色皮衣的仿真表面与光泽效果也很棒 尤其宽部到大腿的分件 色泽表面质感几乎没有落差 这点显示出了万代难得的用心 作为这支新假面骑士靴头 但反而是最辣草的布大衣 质感与合身度是真的不怎么样 整个穿起来显胖 也没有增加帅气度的效果 尤其在这支骑士本体做很优秀的情况下 更显得这布衣技术力不足 胸口那四颗明显是敷衍的大扣子 尤其看起来很傻 装样子的绑带与粗糙的缝线都不及格 领子不够立 背后也皱成一团 几乎找不到优点的一件衣服 与其弄着质感不及格的风衣 还不如搞潇洒飘逸的布围巾 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 比较的部分 首先是最早的SI7一号 与真骨雕新一号 真骨雕旧一号因为还没拿到 先从缺 新假面站在两大经典的旁边 不但没有逊色 甚至还多了点稳重感 整体质感也没有输真骨雕太多 更让人期待剧终的表现了 再跟其他一号相比 左边是SI7与SHF THE FIRST一号 THE FIRST也算是外形设计 很优秀的一批骑士 感觉万代可以借着这波热潮 做个新商品 右二是第一版的SHF 最右边是腾刚红 中年新设计的一号造型 这东西很微妙 不予置评 接下来进入可动的介绍 这一支的关节设计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的脖子这一节还蛮容易掉的 然后这一节呢 因为它会跟它的围巾与身体相冲突 所以有时候你转头转到一半 不小心把它转掉了 然后你一个失手 这个头掉地上 把这两个处区给弄断 就会很惨 所以你在调整它的围巾角度 或者是在转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按紧它的头部 免得它从中间这样掉下来摔地上 肩膀的部分呢 是一个球关连接身体 然后它这边有一块是专门用来遮住它关节 遮羞的零件 然后它的球关本身也有一个前后的可动性 整个肩膀上台的话 差不多比90度还弱一点 快90度 但是在关节上可能有松紧度的落差 像我这一支的左边关节可动就非常的紧 紧到我必须要用油去速冻它可动才正常 上臂平面回旋呢 可以转动上面这一节 或者是它的这一个手肘关节本身其实也可以做一个转动 手肘是二重关节 可以有一个还蛮大幅度的可动 手腕是球关加肋转轮 胸甲的部分呢 这一块是可以做可动的 但是可动上的话没有很明显 肩膀没有做很特殊的外拉式设计 所以整个往前的可动是这样子并没有很好 然后基本的变身动作的话要靠借位来抓角度 脖子的可动 前中的角度够 后往上看没问题 转头扭头也没有问题 围巾的部分呢 红色连接脖子这一块呢是独立可动 那往前呢可以披住在它胸前 那往后的话呢 刚才有说了它的这个飘逸感做的并不好 而且它还蛮奇怪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往后转 它的这个围巾没有办法完全覆盖住它的背后 只能差不多这样子 这个设计以这支来说还蛮奇怪的 再来就是要小心它头部容易掉的问题 腹部是二重关节前可动不错 它的这两片装甲不会护卡 后也没问题 而且在往后情况之下呢 还能看到它的这些内垢露出来 转腰的话呢上面这一节的话转的话会比较刮漆 那下面这一节转动就没有问题 宽部是单向的前跟开 然后平面回旋 整个大腿上抬呢 它这边流出的空隙就是它整个可动性 刚好90度 膝盖二重关节 平面回旋转动完全没有难度 脚踝这个内转轮关节前后旋转 接地用扭的 但是这一个内转轮不是很好扭 要稍微用吹风机吹热了 把它吹的比较容易转动才会好扭 脚掌可动 然后这支一号是穿高跟鞋还蛮奇怪的 而且因为它是穿高跟鞋然后接地面比较小 再加上它的脚踝可动比较不好 所以这支其实不是很好站稳 这一点自己在把玩的时候要注意 大腿外开跟接地 高贵之标准 布衣虽然说不会卡可动 但是因为这种衣服的延展性 没有像一般正常人穿的衣服这么好 所以在手背上抬的部分呢 有可能会被它的衣服给牵制住 所以你要稍微拉一下它的袖子 可动才能回复正常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它的这个肩膀关节还蛮紧的 然后你在穿布衣的情况之下 动它的肩膀关节呢 其实是看不到内部结构的情况之下 在忙去操作 那在你不清楚关节失利点的情况之下呢 就的确有可能会对它的关节造成 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在穿衣服的情况之下 去掰它的肩膀关节要格外小心 免得一个天生神力 把肩膀关节这样掰断了就很惨 然后它的衣服的部分呢 这一个部分是铁丝 然后下板到后面这个部分也都是铁丝 所以这些是可以拿来调整角度的 结论 骑士外观本身设计就很优秀 商品化后也能感觉厂商的用心 新老元素融为一如 昭和老孩跟年轻观众都能感受到这造型所传达出的强大气场 就酒酒装新瓶教科书般的范例 缺点的话 风衣质感不足是硬伤 围巾动态感不够 腰带不够细致也算是问题 虽然不会到太致命 但却让这只从可以媲美真骨雕 沦落成普通的SHF 比较麻烦的还是吵架这点 7700日币正常价格大概落在台币1600块上下 但现在已经水涨船高到2500以上了 很可怕 不过这只其实有观望的空间 等某些囤货释出 或是直接等再板 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好价钱 不用急着追高 以上就是本次SHF 新革命骑士的介绍 详细的多人说明请点击下方通往 只要喜欢阿姆维登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维登记步 阿姆维登记步我们下篇文章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